人类体内的肾脏是非常重要的器官 如果各位的另一半因为健康因素需要你捐一个肾给对方 各位又是否会答应呢 美国就有一对在交友APP上认识的年轻情侣 当男友得知女友肾衰竭需要一个肾时 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捐出 还表示如果手术前她和我分手了 我还是会这样做 这对来自美国的情侣是佳文 Kevin Caragawa和女友夏安妮 Shan Hunt Lee 他们是透过交友APP Tinder认识的 两人交往了七个月之久 其实22岁的夏安妮在2015年就已经被诊断出罹患肾衰竭 也出现过多种征兆 只是她以为自己还年轻 于是对这些身体发出的情绪不以为意 后来直到两人认识时 夏安妮仍然否认自己有肾衰竭 不过因为状况越来越严重 佳文带她到医院检查时才赫然发现 她的肾功能只剩下2% 如果当时她没有到医院去 几天内就会不适 从那天开始 夏安妮每天晚上都要花10小时进行洗肾去除体内的毒素 如此折磨两天抑制消沉 后来医生表示她需要进行肾脏移植 佳文知道后马上自告奋勇地报名 经过检测后她也刚好是适合的宣赠者 虽然一开始夏安妮并不想要佳文捐肾给自己 可是因为状况不断恶化 加上找到另一个适合的捐赠者机会渺茫 最后她也无奈地答应了 抵制手术也在2018年的10月24日顺利完成 手术进行十分顺利 从此夏安妮不用再每晚都进行洗肾的动作了 对此夏安娜也非常感激佳文 表示我无法形容我对她有多感激 这是巨大的人生改变 我不需要依靠那些维持生命的设备了 这全因为佳文 而佳文也表示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会回答问题不是为什么要做 而是我为何能不怎么做 佳文也霸气表示 如果手术前她和我分手了 我还是会这样做 即使手术后她与我分手艺没有问题 这和恋情无关 而是给她一个美好生活 让她健康快乐 一起来看看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吧 虽然两人相识于交友App 可是经过七个月的相处 他们都已经认定了彼此 也做成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将自己的肾脏捐出来 实在令人佩服佳文的决定 希望他们两人都可以拥有美好的人生 健康快乐的继续生活下去 来源Youtube 来源Youtube